大家好,我是仙游居士 大家都知道 中国东北大米最好吃 其实很多人没吃过的 东北大连樱桃也是最好吃的 今天我又踏上了 上大学时期常做的旅顺公交 这次终点是我们熟悉的名字 王王堂 去这里的鲍鱼堵村 我的朋友孙大哥家的樱桃园 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樱桃 走,你在前面带路 还是这条熟悉的路 只不过上一次走是五年前 那个是核桃树是吧 那个我记得 我记得原来是土嘛 对 我记得原来是土嘛 我记得年开大连好几年了 是 17年 这是多长时间摘了这些 一上五 一上五的时间 他们已经摘了这么多了 现在正在按大小进行分解 走在樱桃园里 两侧的樱桃树都已经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樱桃 一个个红色的果子看起来十分诱人 成熟的樱桃比大拇指还要粗 吃一颗刚摘下来的樱桃既鲜甜又多汁 大连地区都是岩石风化的土壤 比较干燥 不同于东北地区的黑土地 加上气候偏低 这里的樱桃生长周期会比山东的长一些 这些条件造就了大连的樱桃更高的甜度和更好的口感 孙大哥家的樱桃就在这边山坡上 整个果园大概有200棵樱桃树 山里经常可以听到野鸡的叫声 山坡向南不足一公里就是海边 今天一共摘了13桶樱桃 先把它们拉回家 回到家以后把这些樱桃分装到纸箱里 半夜12点他们夫妻俩会拉到20多公里以外的双抬沟批发市场售卖 旅顺所有的果农都会聚集在这里 樱桃大小分简的匀称 品质好口感好 这些都会促成快速的完成交易 大概3.20分 孙大哥的樱桃都已经卖出去了 现在开始回家 两天以后 新的一批樱桃成熟后 再去采摘收莫 樱桃季大概会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 关注我 带你走遍全世界 图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